主料,西葫芦一个,鸡蛋两个,面粉60克,土豆50克,辅量,盐6克,黑胡椒粉6克,鸡精4克,13香4克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西葫芦切丝,放盐沙一沙,把水沙出来,然后放入面粉,13香,黑胡椒粉,鸡精,加入鸡蛋拌匀,锅中放入面粉。 两面煎至金黄即可,出锅。 今天还一起做了土豆丝饼,土豆丝切丝,放入鸡蛋,面粉13香,黑胡椒粉和鸡精,拌匀,成糊状,锅里放油,煎至两面金黄,出锅。 烹饪技巧,煎食用小火以免煎糊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